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美关系 美国呢,最近一系列的这个骚操作 无非呢,它就是想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想寻求中国对他们的帮助 那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这么一件事呢,浮出水面 就是有香港中平社的记者问说 近日中国金科能源控股公司 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以可能含有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为有 扣押了该公司部分太阳能板 赵立坚呢,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是这样的 赵立坚说,所谓的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中方已经在多个场合 反复的多次的澄清事实和真相 国际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就此发出正义之声 美方以这样的一个弥天大谎为借口 无理的扣押中国企业的光伏产品 甚至搬出有可能这样毫无下限的说法 这再一次的暴露了美方破坏新疆发展的险恶用心 也将干扰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 损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那美国呢除了说扣押中国产品以外 最近呢可没少进行那些骚操作 他们呢除了就是推出来了一个拜登 时不常呢就打个电话 说说软话 除此之外 一律都是蛮横无理的 而拜登呢现在越来越显示出来 这个拜登根本就是个傀儡 就是个傀儡 我昨天呢还跟大家做了一个短视频 跟大家呢就是报告了一件事 就是在白宫 21号的时候 现在不是召开什么联合国大会吗 那联合国大会因为在美国召开 所以呢就是各国的元首都到美国来参加这个会议 美国就利用这个会议呢开一些边缘小会 那21号这一天呢就是拜登在他的办公室会见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他们会见完了以后呢就见记者 下面呢有半屋子记者 有英国的记者有美国的记者 就在英国首相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还在这说话呢 话没说完正在说话 就好像我现在说话似的 哎那边那些记者就出现了骚乱 然后那记者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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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赶出了椭圆办公室 那些记者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赶出了办公室 那些人之后呢就在白宫这个发言人的记者会上 还提出来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呀怎么这么无理啊 把我们从那赶出来 对人家客人也是无理的呀 Boris Johnson还跟他说话呢 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家呀也太无理了吧 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但是呢这就是白宫啊 这就是美国呀 蛮横的不得了 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对吧 前两天还搞了一个美英澳 搞了一个三国同盟 给澳大利亚呢提供核潜艇的技术 同时呢根本就不和欧盟商量 根本就不对法国打招呼 突然就宣布说 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核潜艇的那个合同呢 就撕毁了 给法国气得够呛 那德国呢也挺法国 欧盟呢也挺法国 法国呢立刻就召回了他们的大使 那欧盟呢也做出来了一系列的决定 本来呢欧盟应该在昨天的时候开会讨论 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技术合作的问题 结果呢欧盟的主席马上宣布撤销 本来昨天应该已经讨论了 已经删除了 在日程上删除 完了以后呢欧盟本来现在在和澳大利亚 在谈这个自贸协定 这事呢也搁置 推迟 就力挺法国 可是呢我昨天我就听到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拜登已经通上电话了 这个拜登呢就扮演了一个说好话的角色 这个拜登呢一定是跟马克龙说了一堆的好话 然后马克龙呢也是个怂包其实 就顺坡下旅 就顺坡就下来 这事看来呢好像就过去了 美国给法国许诺了一堆的条件 法国呢也趁势得到一些好处 提了一些要求都得到满足 如果没有这事的话 他的要求呢是不会得到满足的 反正呢这事就是这样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好就是说呢 美国对他的盟友尚且是如此的强硬 如此的不尊重 对中国呢就更别提了 是不是 世事强硬 世事占便宜 还搞那些破坏 破坏中国在非洲 深耕这么多年的 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 这个一带一路 挑动了几内亚的这个政变 鼓动几内亚的原总统呢 鼓动不了 然后就挑动这个政变 然后呢又给这个刚果金压力 不知道跟刚果金呢 是进行了哪一些的骚操作 反正刚果金的总统最近也宣布 对于和中国之间所签订的那些采矿的协议 要重新进行审查 昨天我又看到有报道 美国对爱塞俄比亚进行制裁 这不用问呢 这就是对爱塞俄比亚软硬结实 爱塞俄比亚都没有吃那一套 没有达到目的 然后现在呢就制裁 这是很明显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 没有哪一样不是冲着中国来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想寻求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态度 这哪里是这个态度啊 那前两天 拜登和习近平二次通话 对吧 就提出来说要合作 不要把两个国家的竞争变成了冲突 那在21号联合国大会上 习近平和拜登都发表了这个辩论演讲 拜登的口气里面呢 虽然说还有一些强硬 但是呢有好多的话茬 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对中国的让步 比如说呢 我非常吃惊他里面提到说 要坚持要遵守这个联合国的框架 在联合国规则的基础上的联合国框架 这就和之前布林肯等等所说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架构 不是一回事 那美国他这么做 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 他很需要中国帮忙 他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拜登上台以后 所推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些计划 都是需要钱的 再加上这疫情期间 大量的发钱 这些钱从哪来 就不断的印钱 他们的债务上限 再一次的被突破 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他的财长耶伦 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提出来 不断的给他们下最后通牒 如果说你到十月份 这个钱用完了以后 怎么办 所以昨天的时候呢 众议院佩罗西 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 在这一个法案里面 他放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给美国政府拨款 一直支持到12月3日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再一次的推高 这个借款上限 一直到2022年底 叫明年的年底 这个法案 现在提交到了参议院 等待参议院来批准 那参议院的共和党这一边 已经明确表态了 不可能批准 再一次的提高上限 如果这一个法案 你给他分开的话 可以考虑 继续给政府拨款 但是如果搁到一块的话 不会得到批准 但是呢 他为什么搁到一块 这是这个佩罗西 耍了一个花招 这个花招呢 就是如果搁一块的话 在参议院通过的门槛 要比分开通过的门槛要低 美国现在面临的危机 是非常严重的 债务的上限不能无限的突破 钱不能无限的印 无论如何 美国都有可能会出现 2008年那一次的金融危机 一样的金融危机 2008年的时候就寻求了中国的帮助 这一次仍然需要中国的帮助 可是现在的中国和2008年的中国 不一样了 最近中国经常会提到一句话 就是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2008年的时候 就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嘴脸 还能够再帮你吗 那么这两天 美国就提出来了 就指责中国这种强硬的外交 美国要求对话 中国不跟他们对话 今天关于这个问题 赵立坚再一次表明态度 人面日霸的记者就问说 近期美方一些官员 匿名的方式对媒体放风 称一段时间以来 美中间的对话沟通效果不佳 指责中方是强硬 无意进行严肃或实质性的会谈 赵立坚说 今年以来中美援手两次通话 双方先后举行 安克雷奇对话和天津会晤 杨洁篪主任 王毅国务委员 分别同布林肯国务卿多次通电话 刘鹤副总理分别同美财长耶伦 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也两次来访华 两国各部门负责人 也保持着沟通和接触 美方无论在内部还是公开场合 都表示这些对话沟通 是坦诚的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 中方在对话中 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包括提出两份清单 明确三条底线等等 这些都是中美关系中的 根本性的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期待美方严肃的对待 并认真的回应 但是迄今没有见到 美方的实质性的回应 中方对中美对话沟通的态度 始终是认真严肃的 也是明确一贯的 我们欢迎对话沟通 但必须是相互尊重 我们必须协调合作 但是呢应该互利共赢 我们反对的 一是美方在对话前后搞小动作 对中方挑衅抹黑 大搞麦克风外交 甚至威胁实施制裁 企图通过极限施压 取得所谓的实力地位 居高临下 一指气使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 二是美方一边干涉中国的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一边又想让中方 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帮忙 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呀 美方不反省改正自己的霸凌言行 反而指责中方 把中方距离反驳 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正当正义之举污蔑为强硬 无意进行严肃和实质会谈 这完全是倒打一耙 骂了人打了人 还要求对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中美元首在今年中国春节除夕 和9月10日两次的通话中 都就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达成重要积极共识 拜登总统还重申美方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方将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推进中美对话沟通 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同时我们希望美方言行一致 与中方相向而行 不周不扣的将两国元首的通话精神 以及拜登总统做出的有关承诺落到实处 我前面有说了 这个拜登啊 让人看起来就是说话根本都不算数 刚才我还说到就是在白宫的时候 把那些记者全都轰走 后来那些记者在美国白宫发言人 扎奇的那个记者会上 还提出来 说为什么说白宫现在都不让记者向拜登提问题 那回跟普京的那个会面 那种事迹性的 完了以后人家普京记者会都搞了有一个小时 可是拜登呢都不回答问题 然后很多的场合拜登都不回答问题 昨天的时候在他自己办公室 人家那个Boris Johnson都回答了很多问题 记者都忍着 想等着这个Johnson回答完问题以后呢 好让拜登回答问题 可是呢 Johnson还没说完呢 就把这记者全都轰走了 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来让这个拜登回答问题 这是为什么 所以呢我就看到美国好多的媒体现在就提出来 就认为这个拜登呢 就是一个提线木偶 他就是一个木偶 那个线在后面等着他 不让他回答问题 所以说拜登 每次呢需要说跟中国说点好话 就把拜登推出来 但是说完了以后呢又不管用 一点都不管用 美国前一阵子这个川普在台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有一个深层政府的这种阴谋论 但是川普在台的时候呢 川普都相信这个深层政府这个阴谋论 美国是谁控制的美国 还说是民主 还说是人民 谁控制的美国 非常的显而易见 还想把美国的这种形式推到别的国家 你推到别的国家 只是方便了你美国去控制别的国家而已 这个体制都不利于自己的人民 都不代表自己的人民 对吧 别的国家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的话呢 只是更方便于美国操作 根本就不可能是为了本国人民利益 代表本国民众不可能 对不对 你看这些国家被美国操纵的 有一个算一个 是不是 在7月份那个舍尔曼 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中国就给了他两个清单 一个清单就是 美国对华的凑政策和言行的清单 让你们回去纠正 另外一个清单呢 就是中方关切的一些个案 比如说制裁中国的企业啊 打压中国的留学生啊 抓捕中国的孟晚舟啊 这些个案 你都应该去回去纠正了 你纠正完了以后我们再说 现在你这些个案一个都不纠正 现在呢 又扣了中国的这个太阳能板 竟然这个理由说是可能 说这批太阳能板 可能是用了 使用新疆强迫劳动 而生产的原材料 这叫一个什么理由 首先是新疆强迫劳动 根本就不存在 第二就是可能有 哪有这样呢 可能有 就这样还想让中国帮忙啊 这里接触 这根本就行不通 而且中国外交部 都不止一次的这么说了 就老是倒打一耙 我在昨天在分析那个拜登 和习近平在这一届联大上的那个发言的时候 我也说了 有的时候呢 他说的挺好听 但是呢 他不是那么做的 有的时候呢 他指责别人做的事呢 实际上别人没做 而是他自己 比如说我昨天还说了一件事 他们现在又提出来了 说是那种放射性照射的那事 现在他们又起了一个名叫定向能 这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真的有这事的话 只能是你美国干这事 而不是什么中国呀 古巴呀 什么越南印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这个定向能这个东西呢 就像那个激光笔似的 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在市场上 谁都可以得到 说你美国已经是在印度 引起来了那么大的民份 那印度那些零售商 如果是说他们恨你们美国 恨得要死 得不到出口 那莫迪呢 不保护自己的零售商 还保护亚马逊 如果他们能得到这种武器 这个定向能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搞到这玩意儿 真的是照射你的官员 也没准 如果能留向您间的话 这就麻烦了 但是这东西 如果有的话 这源头也是美国 好 这事不说了 今天的话题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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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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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